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一句话 在大多数人看来 十年完成的复仇是极少数 但泱泱滑下五千年 什么事情都是会发生的 今天我们讲一个历史八百年完成的复仇计划 五王伐咒时杀死了一个人 八百年后此人子孙复仇 推翻了周朝的统治 我们讲一个历史八百年完成的复仇计划 我们都知道秦始皇吞二咒而王诸侯 完成这复仇的人不正是秦始皇吗 秦始皇为什么会与那个 被杀死的山朝大将有联系 古之厄来 当国演义中曹操的猛将典威 曾被人称为古之厄来 以此来表现典威的勇猛 那么这个厄来是什么人呢 其实厄来就是那位五王伐咒时 被杀死的山朝大将 也是始皇帝的先祖 史记《秦本记》中记载 北连生厄来 厄来有力 北连上走 父子聚以财力胜因咒 这父子二人一个擅长奔跑 一个力大无比 都效忠于山朝 效忠于咒王 不过在小说分神演义中却写着 北连和厄来父子俩虽然不是奸命 但有些强头草 并没有尽心尽力为山朝效劳 在五王伐州的时候 他们为打一仗就投降了 后来将子牙分神的时候 阿县还有两个神仙的位置是空着的 于是杀了斐年和厄来 将他们的魂魄封了神 分神演义小说是依据不严谨的小刀 消息丽史事件来写的 但小说毕竟不是史书 所记载的一些东西与史事还是有出入的 作为商朝的臣子 斐年和厄来并非为打过一仗 也没有投降周五王 将反他们二人是咒王 你看西州军队的主力大将 然而此时的山朝气数已尽 即便是他们竭尽全力 也做不到 在悬崖边把马拉回来 厄来死因 关于斐年和厄来的死因 有很多说法 清华简 信念中写道 成丸剑伐商议 杀路子梗 非联东逃于商丐市 成丸伐商丐 杀非联 但了史中又记载 周公诸非联 厄来 天下大悦 由于这二人的死因众说纷纭 后世大多采用史记 秦本记中的说法 周五王罚周的时候将匪联 厄来二人杀死 但是周五王作梦都不会想到 周朝天下八百年 居然会终结在自己曾杀死的 山朝人的子孙手里 厄来后人 据史书记载厄来 有紫月女房 女房生旁高 旁高生太极 太极生大洛 大洛生非子 女房 旁高 太极 大洛这些人我们不熟悉 但我们知道非子 也就是秦国开国国军秦非子 秦非子以羊马文明 而当时周孝王为了 抵御少数民族的入侵 准备大量羊马 便有人给孝王推荐了羊马 非常不错的秦非子 于是秦非子在一叉羊挫之下 成了给周孝王羊马的小官 不得不说 秦非子的马养得非常好 因为马大繁兮 周天子非常高兴 这一高兴就把秦帝赏赐给了秦非子 让他延续迎世 自此 秦国算是初步建立了 后来的几百年里 经过很多代人的努力 秦国春秋时期 由秦禄公积身五霸之中 到战国时期又积身于战国七雄 后来秦孝公用善殃变法 秦国强大了起来 到秦昭湘王时期 秦昭禅平之战秦国胜出 此时的秦国已经成为了战国七雄之首 周朝灭亡 秦昭湘王时期 始将军辽宫西周 西周公来到咸阳 论首谢罪 庆宪其义三十六成 口三万 秦王受宪 归其君于周 不久之后 周南王病死 最后一位周天子也离开人世 秦昭湘王便将象征 最高权力的九鼎签到了秦国 自此 统治中元八百年之九的周朝覆灭 不过 值得一提的是 过秦论中提到的吞二周而王诸侯 这里的二周 是除了东周王朝之外的东周公国和西周公国 当时将军辽宫的西周 是指西周公国 在周南王病死 九鼎被移到秦国之后 灭完的是东周王朝和西周公国 此时还存在一个东周公国 但是东周王朝都灭了 还剩下苟延残喘的东周公国 自然也活不长远 东周王朝和西周公国灭完的七年之后 也就是秦庄香丸在魏时期 东周军与诸侯谋情 秦始向国吕不为诸之 进入齐国 自此 东周公国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虽然周朝彻底灭亡 但秦不觉其次 以羊人的刺周军 奔其祭祀 秦国国军也不是那么残暴无情 并没有将周朝一名赶尽杀绝 还给了他们一个居所 到了秦始皇营镇时期 奔六世之渔猎 终于灭掉六国 再度一统天下 秦昭湘王是厄来的三十二世孙 秦始皇是厄来的三十五世孙 隔了这么多代 一共八百年 他们不见得还记得 八百年前的仇恨 然而历史似乎跟周朝开了个玩笑 恰好让厄来的子孙灭掉了周朝 一共三十二世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